我名字叫杜修文 在外商堂得取一個英文名字讓老外容易發我們的音 印俗就取了一個愛本 這個名字跟了我大概有加近20年的時間 也是一個老賊等級的人物 雖然我跟Java的結緣雖然Java不是我第一個language 也可能也不是我最後一個language 但是我跟Java結緣的時間可能是我最長的language的時間 因為其他language到現在可能忘得差不多 Java現在horror還會寫 第一支Java成熟我大概1995年開始寫的 所以那個時候可能跟現在的版本格拉哈基代理 然後那個時候還是在Oracle 在Oracle寫的第一支Java成熟 在3.5 在Oracle是進出1次了 中間是到上賣口 所以跟Java都會有些或多或多的關係 今天這個地方為各位介紹 如果你是Java Programmer的話 我想任何程式都一樣 或任何application都一樣 你只要有地方需要儲存資料 常常會發覺它也會變成一個非常重要的核心 如果你是用Java寫程式 甚至你是在一種open source的環境裡面 做你的application的話 很常見的一個datablication就挑MySQL 大部分人用MySQL 我就承承時把它當成一個資料的地方 讓我可以開發一個application 開發完以後我就deploy上去就好了 但是沒有考慮到 或者是你可能沒有這種需要 考慮到說 你要怎麼去讓你的application的可用性能 能夠進步的增加 比如說你今天要做一些migrate 要做一些upgrade你的patch 或者是你今天要做一些 有可能是意外的 你某一個server不小心 把它的電源拔掉了 對像這樣的狀況的話 你是不是有一個第二個備援的方案 或者你今天的application 你是不是還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回復起來 另外一個就是 如果說你的application做得很成功 你會發現你的application 慢慢會超出一個server的容量的負荷 就是可能并發連線的人數 可能是幾萬個人 甚至上幾十萬個人連上來的時候 那你一個小小的database 怎麼去應付這樣的大量的transaction需求 那在message底下 我們有各種不同的方案 讓你可以具有擴容性 那這個部分 我們在dellabase上面 可以具有擴容性 可以很容易說 今天你可以擴展 所以有好幾台server 擴成你底下的dellabase service 但相對的話 你的application那一層 你的java層是要怎麼去跟它搭配 那我們今天這個session 也就跟各位分享 如果說你要讓你的application 能夠配合了message的 非常高的擴容性 不是一個server 也是好幾台server 甚至幾十台幾百台server 這樣的操作的時候 該怎麼做 然後呢 你的application要考慮到 天吾 這個 這個 第五萬里情 天吾 這個 簽熱好 萬一有一天 你的dellabase出了狀況的時候 你是不是有其他 對應方案 怎麼讓你的dellabase 正常的支持 這是我們的 免得勝利 這個標準ERCPLAN 尋找應用的 這裡面我們大概會各個介紹 第一個先談一下message database 裡面會有哪些高可用的方案 和它的擴容性的方案 還有你的架構可以支持你 第二部分我們就談 在你的程式上面 怎麼去處理這部分 如果說你真的用java的程式連過message 但你就知道 你要連message的時候 你會需要去找一個java driver 在message底下的driver 我們就要ConnecterJ 很簡單 你就直接在message網站上 dv.message.com slashdownloads 裡面有一缸子可以download的程式 其中很大部分是driver 或是Connector 你會需要downloadConnecterJ 在ConnecterJ 在ConnecterJ download下來以後 裡面有很多的driver 很多的class 不是一個很標準 很單純的想像 就是連DataBase的結局的driver而已 這些driver怎麼去應用 在不同的時間裡面套用什麼driver 然後你的參數怎麼調 我們這個Session會可以介紹這個部分 然後我們還會談一下 message家族裡面 我們說的產品家族裡面 有一個新的東西叫message router 太遠了,我這個太小了 message router怎麼去搭配 如果你的application 老是要考慮到你後端有多少個DataBase 怎麼去丟你的C或整進到不同的DataBase 還是畢竟比較麻煩 或是你要調的東西會比較多 我們就提供一個switch在這個地方 這switch是一個軟體 你就要跑在任何一個X86的機器上面 就可以得到相當不錯的效果出來 先談架構 那在message底下的高可用架構能非常多 那我們很簡單 你說單一個DataBase 實際上就可以有特定一些高可用的能力 那如果說你要3個9 也許你一個DataBase可以法證 你拿到3個9 你今天要變成4個9、5個9 有時候5個9的時候 可能相當於全面365天 你可能能夠停下來的時間 DataBase能夠停下來的時間 但要低於5分鐘 那這個是5個9的一個保證 在這樣的架構底下 我們有什麼方法可以做到這樣的架構 那如果要談到message高可用的話 我們有很多架構 最簡單最常用的架構就是這個架構 叫message replication 如果說你做message replication的話 我想大概8、90%以上 我想沒有確定輸的 大概8、90%以上的message用戶 message使用者 都有用到message replication 那如果說你今天做message replication 那怎麼做呢 很簡單你就是拿兩個以上的message server 或是兩個以上的message instance 那一個呢 你會變成組 就是我們這邊所說的 這個master database 另外一個呢 這邊slate 有時候你的slate 不建立一個 你可能會有一缸子的 十幾二十個slate server 然後你的master server 會做一些配置 那你會做什麼呢 你會開說今天有個東西叫binlog 你會開開來 binar log 這個binar log 裡面會留什麼呢 會留裡面 你在這個database上面 所打的所有的 新增修改三錯證 所有的操作紀錄 但有些是真的是直 有些是它的指令而已 那我們有不同的format可以做 然後呢 你在另外一台database上 我們叫slate server上面 在slate server上面 在slate server上面呢 我們會做個配置 比如說我今天是slate server 我的master server 到哪去找 然後呢 我複製的時候 是從哪個binlog file 開始做起 或是哪個long position 但這是比較舊的版本 你可以這樣做 那現在版本 我還多了一個功能 就是我們不需要指定 是哪個binlog file 為什麼 因為binlog file它會變的 它會當你機器重開啊 或是你下brushlog指令的時候 或是你的binlog file 超過一個G的時候 它會產生另外一個binlog file 所以它會變 還有呢 binlog file裡面的指令 它會不斷地增加 那個指令的位置 我們叫lock position 也會不斷地變的 那有時候你要掌握這個東西 比較不方便 那我們在買收5.6版以後 目前的版本是買收5.7 那上個版本 上個正式版本 要買收5.6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有一個功能 叫GTID 所以GTID GTID是 Global Transition Identify 它是一個標籤 標誌的你每一個transition 每一個transition的位置 如果說在5.6以後 你在做配置的時候 你不需要指定 你的binlog file 你可以指定說 我就讓它做autoposition transition auto-position 那它會自動去找 所以這兩個database之間 它的GTID的差異是多少 那你的slate server 會自動去追 你的master server上面的差異 所以你不需要 這個對我們有很多方便性 為什麼 因為有時候 你的slate server 已經掛掉了 或者是下降來了 你不需要去查說 今天你不在這個時間裡面 發生了什麼事情 有哪些binlog file 產生 或是哪些log percentage 新的log percentage 產生 讓它自己去追就好了 你可以做到這樣的地步 那這樣的做法 就是你這邊所發生的 所有的事情 在master server上面 所發生的所有事情 在slate server上面 很快就可以看得到 那這樣就會有個好處 我們就可以透過這個東西做什麼 fail work 為什麼 因為你master server 掛掉的時候 slate server理論上 都應該有 你的master server上面 所發生的所有事情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說 今天我第二台database 就是beta server 這是HK的很簡單的一個做法 實際上這個架構 還有很多地方可以用的是 它可以幫我增加 slate server的容量 怎麼說呢 我今天slate server 可能不是有一台 我兩台三台 甚至十一二十台都有可能 那我今天在你的AP端 把下的translation 尤其如果你是一般的 web-based 或是一般的user interface 有user interface 你會發覺 大部分對database的操作 是什麼 查詢而已 像slate命令 你在上面開一個電子商城 讓你的用戶在上面去買東西 他買東西那個動作 採購的動作 決定下來的之前 他可能在前面已經翻了一兩個小時了 翻的過程當中 都在那邊slate 只有在下採購的動作的時候 這一秒鐘兩秒之內 才是做update的動作 為什麼不讓這些slate的動作 通常打到slate server上面 所以就很容易去做扩容 但是你做扩容的時候 你會需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你的應用程 你要做一個讀寫分離的操作 就是你要決定 由應用程裡面去決定 今天你是slate命令 你是單純的slate命令 請你打到這些slate server上面 而且可能是run robin的方式來打 隨機的方式或是按照順序來打 那如果說你今天是一般的轉生員 有先生修改刪除在裡面的時候 但你可能也包了slate命令 你可能打到你的麻生社會上面去 這樣很容易去擴充你的容量 在你的master server容量還沒有滿之前 你可能底下也有十幾二十台slate server 這些都是你的可以擴展的空間 但這個架構底下有個問題就是 它會有時間差 因為我們為了追求效率的時間 我們不是做2-place commit 你的應用程 與java也是一樣 對於他看到的master server 他做了先生修改 打了master server的時候 早期版本在5.5以前我們沒辦法控制 就是你打下去 那我就可以做下個動作 只要你代表告訴我 我的資料已經進入了 我就做下個動作 我不會等你的資料有沒有pulpul跌倒 有沒有pulpul跌倒 有沒有pulpul到你的slate server 我就可以做下個動作 那如果說你的轉生員 不是很忙的時候 因為這個問題不大 但是如果說你轉生員 非常忙的時候 你會發現有個問題 就是有大量的update在你的master server的時候 你的slate server可能還來不及複製 有可能是因為你中間網路的頻寬不夠 有可能是你slate server 他以往就是單線複製的時候 他跟不上 那這個時候中間就會有差距出來 所以用這個架構來做favor的時候 你會發覺有一個問題 就是他可能會掉資料 怎麼說你今天update到你的master server 然後master server掛掉你的favor 到你的slate server的時候 那個時候剛好你master server正忙的時候 有些東西還沒有到slate server的時候 你會發覺有掉資料的現象 那這是我們可能碰到的問題 不過我們在5.600有一個功能 來解決這個問題就是 我們可以設定一個 我們有個plugging插在database底下 你可以設定一個叫做半同步複製 半同步複製就是 你這個transaction打到你的database裡面的時候 它不是馬上走 它要等一下 但不是完全等到做到slate server的database裡面 而是做到slate server 它有一個緩存區叫relaylock relaylock 那做法就是你的transaction 它會先從你的binlock裡面撈出來 然後先存到relaylock裡面 但以前我們就有 只是relaylock 我們那個時候只是當成有緩存區 那在5.600我們還附一個任務 我們會有一個線程去監察 你今天這個transaction 是不是都已經推出到relaylock裡面了 有 然後你從你的slate server 給你的database上 給我的master server上 一個up knowledge 說今天我已經做進來了 那時候你才能做下一個動作 它會擋一下 那這樣的話就會有一個效果出來 就是如果說你的favor的事情產生的時候 不管是在什麼狀況底下 起碼你的資料已經到relaylock裡面了 那relaylock呢 最終會消化到你的slate server的database裡面去 那這樣的話 你在favor的時候 理論上就會掉資料 也許它要等一點時間 等一兩秒鐘或是多大時間以後 最終還是在你的slate server上可以看得到 那這樣的話 你資料理論上就會不會掉 理論上就可以不會掉 那這是我們的replication的一個架構 當replication 如果說你用很單純的replication 就是我們所說的 你可以多台slate server來增加你的讀的容量 實際上我們在新的版本 目前版本買的是5.7 推出來的時間還不是太久 它在今年的10月22日晚上正式replication 還多了一個功能 在replication上 但有很多功能 其中最明顯的 最容易讓人看到的功能就是這個 我們叫多元複製 Multi-source replication 它做法就是這樣 你可以有多個master server 多個master server 然後你有一個slate server 早期的時候 在買售5.7以前 應該是5.600以前 我們所有的主重複製 都可以說一組對多重 但是沒有辦法做多組對一重 為什麼 因為中間很多技術性的問題 還有中間很多conference resolution 的問題 它沒有辦法解 那現在在5.700 我們把這個問題解決掉 那這個有些應用場 我們就可以用了 比如說你今天是一個銀行 你今天是一個 在外面 比如說你是氣象局 現在外面有很多 可能有很多sensor 很多收集氣象資料的站點 那邊都會產生data 如果說那邊都有 馬來西亞的database收集 你在中央氣象局裡面 也要去放一個 馬來西亞的database去收集那些資料 每一個外面站點上面的database 都是一個master server 去收集 收集完以後 你中央這個集中化的database 它就會看到全域性的 全台灣所有的氣象資訊站 或者是所有的分公司 所有的資料 我們可以整個的查詢 做個整個的統計 當然我們也可以做備份 為什麼 當你某一個特定master server 掛掉的時候 你要把資料倒過來 這些資料在你的中央大的sensor server上 都有這個東西 那我們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那這樣事情實際上很簡單 就是你今天是設定多個master server 但是你的master server 是指到不同的地方 然後你會開多個channel 每個channel是對應一個master server 每個channel有它的reelog 每個channel有它的寫的secret 我們現在要叫做workthread 還有呢 中間這一個地方會有個coordinator thread 去幫你解決衝突 因為你只要來自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master server 中間也許你會兩邊 同時update同一個reel的時候 你衝突怎麼解決 我們的coordinator裡面 把coordinator裡面的algorith 幫你解決這個部分 那這是另外一個要求 今天如果說你的 我們前面說過 做主蟲複製的時候呢 你有一組對多蟲 那你這個多的蟲 可以保證你蟲的資料的可用度 就是你在讀的操作的時候 你第一個讀的server不通常 你可能會輸入不到 第二個讀的server 但是你的寫的database 你的master database怎麼樣 還是只有一個 還是只有一個 那我要怎麼去解決 master database 那個single power failure的問題 那個單點故障的問題 那我們現在有新的產品 這個產品老實講 並不是正式的版本 它可能還是位於像 beta的這個階段 我們叫group rotation 但是你已經可以下來測試了 只是我們不建議你做個改變 那這個做法是這樣的 它每一個database 下面每個database 我這個不夠厲害 每一個database 都是一個單機版的sql 只是你中間做一個conflict 做一個conflict 以前比較舊的版本 group rotation 因為它底下會需要 以Chrome sync的sql 設備在底下 把兩個server中間的資料 來做sync 現在不需要在database 裡面就包了一個 叫xcon的一個module 來幫你做database 在database中的sync 而且這個sync 是transition based的 也就是它中間沒有時間差 所以你打到 第一台server的寫 到第二台server 當你躺逆的時候 在第二台server 你看得到 那這樣的做法 就是你的寫的高可用的 得到保證 比如說你今天寫的 那個master server 你可以不只有一台 你可以兩三台 當你第一台掛掉 你可能飛不到第二台 用這個方式來增加你的fability 那這個做法跟我們的 讀寫分離 跟我們那個 主重複製讀寫分離的做法 有點不太一樣 就是它基本上 它並不會增加你的容量 它整個容量 還是只有一台的容量 像我們這邊比如說 有五台database 都是master server 它並不是五倍的容量 還是只有一倍的容量 為什麼? 因為你所有的server 都要做同樣的事情 每個動作都要做一次 所以它並不會幫你分擔 你的work load 所以每個server的容量 都是同樣一份 就是你不會因為 增加一個server 而增加容量 基本上是這樣 這是group rotation的一個操作 我們有時候會碰到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說我今天我的資料量很大 或是我今天我的application 所帶的work load很重 我一台database沒有要處理 我可能要好多台database 在外面有很多技術 尤其在馬來西亞用戶群裡面 有很大部分的用戶 是來自於internet的用戶 非常大的銀漢用戶 比如像Facebook、Google、淘寶 雙11的光顧人節 一天成交900億人民幣的那樣的transaction 底下是馬來西亞來跑 像Facebook 如果你有看社群網站的電影 我不知道你們有注意 馬克祖國寶泰 他在做他第一版的Facebook的時候 他跟他的朋友說 你要幫我準備幾個東西 Apache、X86 server 還有馬來西亞的database 從那個時候 他就是馬來西亞的database的用戶 全球十幾億的用戶 他怎麼處理那麼大量 現在很簡單 就做所謂DataShot的操作 拆 你要拆了好多不同的database上去 Google裡可能幾千台 Facebook大概在兩三年以前 跟他做交流的時候 他偷偷告訴我們 大概超過七千台的server 大概是三年前的事情 現在我相信 絕對不止一萬台 這麼大的一個量 你怎麼去做DataShot 做DataShot 做DataShot的話 你的application 可能就會變得很複雜 你的應用這一層 你可以當你的sequence 連下下來的時候 你可以要去分析 你的Wire條件裡面的 欄位的值是什麼 然後幫你找適當的server 丟過去來幫你把資料查出來 或者Hot Day你的資料 你不同的user 你可能放的server 是不一樣的 做DataShot 那你的application 變得複雜也就罷了 你的管理可能也很複雜 你今天要加Shot 要做重新整理 這個中間都是很複雜的架構 那對絕大部分的user 他可能處理這部分能量 會比較差一點 他沒有那麼多的技術能量的時候 我們這邊提供一個東西 叫MySeal Fabric 這個是比較舊的slide 它寫1.530 我們現在認識版本是1.600 MySeal Fabric 它是做什麼東西呢 它是一個定義你整個server fund 的一個service 那這個MySeal Fabric 中間這個節點 它有提供console 你可以去定義說 今天你的底下有多少個MySQ 然後在MySeal 怎麼去組成一個server group 每個server group 可能相當於一個Shot 相當於一個Shot 這個時候 你在電話上面 就可以定義說 你這個table 是怎麼分派到這個下場 比如說你這個table 可能有一個是做 order transition的table order table 上面 你可是背上不同的區域 不同的地區來做Shot 比如說北中南 或是所有的縣市 每個縣市 可能有一個Shot 來做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那你的application 不需要去管說 你今天這個sql指令 要打到哪一個server上面 你這個sql指令是查 哪一個縣市的 要打到哪一個server上面 不需要 為什麼呢? 因為在fairway上 你可以定義說 底下有多少個server font 這個server font裡面 它存資料的時候 從某個特定的欄位 為Shot的基礎 比如說 以older的area error是從多少到多少 是第一個shot 多少到多少 是第二個shot 這個我們叫range shot 你也可以support 說key shot 或是我們叫做hashot 你可以看你的primary key的字 它幫你算出了一個 今天你這行的 是傳到哪一個shot上面去 分成一個shot 分成一個shot 這個定義在你的frapper上面 定義完了以後 接下來它會配置 它會去管理這個database 它會升到database裡面 去做什麼呢? 做分派 然後它會去做主重複製 為什麼呢? 因為同一個shot裡面 有時候可能不只有一個database 你可能會有三個四個database 這三個四個database 目的是在幫我做到高可用 因為同一個shot裡面 它的高可用的要求 可能會更大 想像一下 如果說你今天是只有一個database 這個database的可用度 是90%好了 那如果說你拆成十個shot 你整個database service的可用度 會變成怎樣? 0.9%的10% 所以它整個database的可用度 是下降的 所以你還是要考慮到 你單一個shot 去提高它的可用度 那當然我們前面講過 就是主重複製 順著你可以做半重複製 我們就可以透過這樣的一個架構 來增加我的可用度 來增加我的可用度 所以你這樣可以做這樣的配置 配置完以後 你告訴它今天你底下 有多少個shot 然後呢 主重複製是怎麼配的 所以你可以讓它自動幫你去挑 這個下裡面 這三個server裡面 哪一個是主server 還有一個效果呢 如果說你的主server 某個下的主server 掛掉的時候呢 它會啟動一個favor的過程 它會從這兩個slate server裡面 去挑一個server 把promote變成master server 另外其他的slate server 其他活的slate server 會找新的主server 繼續往下去做複製 它會有這個favor的過程 那你應用端怎麼做呢 應用端好消息 如果你是加入program 好消息就是 我們的connector 接底下這個connector 它可以跟favor 來互相溝通 可以跟favor 來互相溝通 你favor上面的配置 它會知道 然後呢 你的AP端 你現在打下來的sql指定 透過這些connector 透過這個connector接 它會知道 你這個sql指定 應該找哪個shark 如果說你這個操作是讀 那它可能在這個shark 這兩個slate server裡面 來輪著打 如果說你今天是寫 那可能在這個favor裡面 那個主server裡面 來做update的動作 這個你的AP 幾乎是可以transparent的 我說幾乎了 不是完全的 那這可以讓你達到相當不錯的一個效果 你的AP可以用比較簡單的code 來達到我們這邊想要的高可用 還有你的擴容性的效果 Favorite可以幫你做這樣的事情 或者是如果說你要高可用 另外一種做法 你可以透過classware來做 在Oracle環境底下 Oracle有classware 或是其他的 不管是rehead也好 還是window也好 那classware也可以support 只是你的classware底下 它是共用一組storage 或者是共用一個storage 然後上面加上classware 那如果有classware的話 它會幫你maintain virtualIP 所以你的AP端只要看virtualIP 那這個架構不是主重架構 是一個組備架構 也就是說你只有一個server 在平常時間只有一個server是開的 另外一個server是在備份的server 在這邊等 當你的master server掛掉的時候 你backup server才會帶起來 因為你是看同一個storage 你backup server也是看原來那個share的storage 所以你只要資料寫到storage裡面 理論上你不會掉 跟主重複製不太一樣 理論上你比較不會掉資料 但這是一個組備架 還有呢 你的storage 如果說你只有一個storage share storage只有一顆的時候 那個可能會變成你的sync power failure 當你故障的來源 所以這個時候你可能在你的hard disk上面 要做比較有周全的保護 或者你用virtual machine 在外面很流行cloud 很流行cloud 很大部分的我們會離開家的virtual machine 或者你自己做virtual machine的環境 也可以做這樣的support 那這是最高等級 我們miceo的技術領域裡面 最高等級的一個高級的方案 就是miceo cluster miceo cluster 它是一個多server的一個環節 然後這個多server呢 它讓你的資料均勻分派在 所有的資料節點裡面 然後它界面可以開放多種界面 但最常見的一個界面就是sync power界面 這個時候呢 你是AP端看到是一般的miceo 只是你miceo的那個table 不是一般的innoDB 或是miceo的table 而是一個storage engine 叫nDB的storage engine 如果你是nDB的storage engine 你的資料是在下面 這些delta layer裡面 delta node來存的 而且是打閃的 它有一個hash algorithm來把你決定 你的資料放到哪個data node上面 還有呢 它有reundancy 也就是說你資料可以指定 要儲存 最起碼是兩次 你可以儲存三次四次 如果儲存兩次的話 像我們這邊可能有 12個data node的時候 它就把你的table拆成12段 然後每一段會有一個主要的data node 那當然主要儲存所 然後呢 這裡會兩兩data node形成一個no group 形成一個no group 然後這兩個no group裡面 知道是完全一致的 為什麼 你今天打到第一個no group 存了的時候 會到第二個data node 你再存一次 在同一個no group裡面 另外一個data node再存一次 這樣的話 你知道是存兩次 這樣效果就是 你有reundancy 你有favor的能力 比如說你掛掉一個data node 對你ab端幾乎沒有什麼影響 你ab端還可以正常得到data base的service 因為你在別的data node裡面 另外一個data node裡面 你完全可以找到同樣的資料 所以這是它的favor 還有呢 這個架構底下 可以讓我增加我的scate 因為我可以很容易增加我的data node 結點或中間application layer 或你的signal 或是各種不同的見譜 比如說你是c或是java寫的程式 你可以增加中間那一層 增加那一層的時候 你的cognition concline condition 就可以得到增加 這個是一個sumarize 我們的HA架構的sumarize 這是data base上面的 這個我就不仔細講 因為時間關係 反正它上面有幫你整個分析 所有的不同的架構底下 它的可用度 還有它的favor的能力 還有它可能你需要的配置是怎麼樣 需要什麼樣的搭配的環節 那data base這邊的架構 我們可以得到你favor的能量 或是你的擴容性的能量 那你的AP該怎麼做 AP是要寫死跟著你的data base 有多少個data base 我寫死說今天後面有多少個data base 或是你AP上面是說 我不要做在AP上面 那我是不是可以買一個switch 買一個軟體來做這樣事情 那這個答案呢 在馬來西亞我們都有相對的產品 如果說你是Java的programmer 很幸運的時候 我們在Connectar街上面 都有這些support 不管是我們最左手邊那邊的group recording 就是寫得高可用的能量 或是用馬來西亞的class 這也是寫得高可用的能量 或是你做讀寫分離 或是你用classware在底下做backup的時候 或是你用favorite的操作 我們在Connectar街上面 都有support Connectar街非常完整 但是我覺得Connectar街 是所有MySQL的Connectar裡面 做得最完整的一種convention 它會比任何一種 不管是CE啊 PHP等等 或是Dannet 都要完整 所以我們跟Java的關係 非常密切 所以我們看一下Connectar街 怎麼去support你的Favor 但Favor不代表說 完全不會有中斷的現象 或者你的application 完全不會感覺到有中斷 那文綜布地是 在中斷的狀況底下 你可以很容易去recover 而且不需要人工介入 而且recover是最短的 來恢復讓你的application 能夠正常往下走 那如果你要配置你的Favor的能力的話 那你要研究JDP driver的 UIR 我們在建立JDP driver的UIR 這個是一個範例 你的UIR可能指 JDPC SubCode Proticles 然後告訴HOSTNAME PORT NUMBER 是什麼 這個我們就可以做個動作 怎麼做呢 如果說你今天是故障移轉的時候 你的UIR可以配成 這個可能不太清楚了 不好意思 你可以配成什麼 多組的HOSTNAME加PORTNAME HOSTNAME PORTNUMBER 這個組合 你是可以多組的 然後你告訴他說 今天這裡底下是做Favor 你給他一個參數說 這裡底下是Property 告訴他這裡是做Favor 這樣子 你在正常狀況底下 他會一直找第一個HOST 當你第一個HOST找不到掛掉的時候 他是要帶第二個HOST 自動幫你做Favor 接DPC driver自動幫你做Favor 那這個標準的Connect 接裡面的Driver 就可以做得到 所以如果說你的底下是有 組備的架構 或者你寫的是這種多組的那種寫 比如像GuruVacation這樣的做法 你很容易可以用這種方式來做 那另外一個呢 你可能需要Low Balancing Low Balancing 包含你的讀的Low Balancing 就是你讀的操作的時候 你會打到後面一缸子的Slay 7 或是你寫了Low Balancing 那可能這裡要用 Cluster 或是用GuruVacation 來做的時候 你需要在這個可以做 均勻分派的這種符合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呢 你一樣 一樣 Low Balancing的時候 你HOST NAME和PALL NUMBER 是多組的 然後告訴他 你這是有Low Balancing Group Row Balancing Group Connection Connection Group 等於給他的Connection名稱 就隨便給 然後你Low Balancing Enable JMAX True 這個戴完以後 接下來呢 你戴Create Connection 從這個Connection下 SQL指定的時候呢 它就是Row Balancing的方式 來自這幾組的HOST NAME 來打你的Connection HOST NAME加PALL NUMBER Row Balancing的方式來打 這裡面就會有一些動作可以做 你可以設定說 不過如果說 你如果說要做Transaction 你要設定 HOST COMMIT 編成FORCE 這是WB 那另外一個呢 讀寫分離的話 如果說 你這很常見的 我前面講過很常見的做法 就是你有一組 然後多重的時候 你前面的AP 要能夠做讀寫分離 那我們在這底下呢 也可以support 一樣 多組的HOST NAME加PALL NUMBER 第一個 它會幫你當成一個MASA SERVER 其他後面幾個HOST NAME加PALL NUMBER 是SLED SERVER 在正常狀態底下 你沒有告訴它 你這個Connection底下的所有Transaction 是Read Only的時候呢 它都會找第一台MASA SERVER來打 然後如果說 你今天要在這幾個SLED SERVER 輪著打的時候呢 你給它一個操作 Connection的Object上 SetRead Only True 告訴它這下面所有的Transaction 所有成名都是Read Only 透過這個Connection 所CREATE起來的Statement 通通都是Read Only 那它就會在後面這幾台 SLED SERVER RUN ROBB 來幫你打入的操作 那這是讀寫分離的操作 不過這個底下 通常我們上面會加上 還有一點就是 我們的JDDDRIVER 在Connection底下 上面有三種JDDDRIVER 除了一般的JDDDRIVER 另外還有一個是ReplicationJDDDRIVER 那時候這個Connection 你要用ReplicationJDDDRIVER去CREATE起來 這個是讀寫分離的做法 或者你可以做多種的讀寫分離的做法 那做法也是一樣的 但是你前面加上它的Address 後面要告訴它 你的Type是哪一種 Type是Master還是SLAV 後面才告訴它 HOST NAME PANUMBER 那如果說你的Master Type是兩種 你這兩個Master之間 就是做什麼 做Failover 然後SLAV SERVER 他就幫你做RUN ROBBING的方式 來做Raw Balancing 來做Raw Balancing 來做Raw Balancing 那這個是MultiMaster的做法 那最後一種JDDDRIVER 上面可以做的 就是跟Faber來連線 Faber來連線 那這是在我的部落格上面 我整個SLAV後面有一些 Reference參考的UIL 其中有一個是到我的部落格上面 裡面有一個文章是 談MisterFavorite 怎麼去跟Connectic來搭配的 那這是我部落格上面做的範例 那就是我這邊有六個Mister Server 然後呢它會形成一個Global Group 那其他兩個是個別做Shot Group 所以我拆成兩個Shot 那有一個Group裡面有三個SERVER 另外一個Group裡面有兩個SERVER 然後呢我都是在Faber上配置 Faber開起來的時候 它第一貨站的PortNum是32274 那你Console去連到Faber做SERVER 就是連到32274 上面去定義說 這底下有多個Mister Server 然後分成哪幾個Group 那它就會自動幫你搭配 那這是從Console上面操作的這個範例 就是你透過Faber來告訴我 加Group Group裡面加SERVER 然後SERVER裡面呢 讓它自動去找Master 就Promote的命令 就是Favorite Group Promote這個命令呢 所以我這裡面這幾個Group Group1跟Group2呢 它自動幫我去找一個Master 來幫我代成變成主SERVER 所以你做完以後 你的主同架構 每一個Group裡面 就是每個分片裡面的主同架構 就幫你做起來了 還有呢 我告訴它 它自動幫你做Fail 這個Active 然後GP1、GP2 那個Group名稱 會自動幫我做 會自動幫我做 Favorite來幫我代這個Fail 的過程 下面這個部分 就 define 說 我這裡下的Range 我的Shot的原則是怎麼樣 我做RangeShot 名稱告訴大家 然後呢 我Shot的時候 背上某個Table Table上面又是 背上某個Colum ID這個Colum 背上ID這個Colum 前面做RangeShot 會產生一個Shot的ID ID是指到1 今天是前面的RangeShot 然後Shot的原則是指到某個特定的 Impress Table Impress Table 我是找它的ID 然後呢 我告訴他 我下的這兩個Shot 怎麼存資料的呢 是從1到99 存到第一個Shot 然後 1000到以上的 1000以上的 存到第二個Shot 最下面的指定是這樣做 這個做完以後呢 你的整個Favorite的 Server Fund 就配置好了 你的Shot 就做起來了 接下來你的Application 你的Java的程式 就可以去用它 但你的Driver 也不是一般的Java Driver 也不是一般的Java Driver 而是Favorite MySQL Connection 的Java Class 你要去Create這個Connection 你要Downcast這個Java Class 然後透過這個 還有就是 你Create Connection的時候 你的URL 不是指到一般的Data Base 而是指到Favorite上面去 它去跟Favorite去要 你在底下的配置是怎麼樣 它會把你的配置 採取在你的Java Driver裡面 所以你的SQL指令 透過這個DG Driver的時候 它才幫你找到 適當的Data Base來丟 不是直接連Data Base 而是連Favorite 而是連Favorite 後面這幾個範頁 就是如果說 你之前做INZER的時候 我們就INZER四個ROAD 前面兩個ID是12 後面是1001002 這就把你做下 拆開了 你的SQL指令下下去的時候 不需要去研究 你要猜到哪個Data Base上面 Favorite幫你做 應該說Taneta會幫你做 幫你決定 打到哪個Data Base去做INZER 讀了操作的時候 也是一樣 讀了操作的時候 把你的SQL指令準備好 prepaste做好以後 接下你的指令的時候 你要告訴他 我今天set我的shark key 是指到哪個位置 他就會幫你去決定 你的shark key的值 來判斷說 我這個SQL指令要打到哪裡去 你不需要在你的AD 端說可以Connection 然後帶不同的Data Base 不需要 只有一個Connection 就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甚至Favorite也會自動幫你做 我們這個範圍裡面 如果說你今天有一個shark 裡面比如說3304 Favorite掛掉的時候 它會自動幫你產生Favorite 然後你的AP端 就是你的Connection 接下後面的Connection Object 會自動幫你帶到正確的 就是如果說你3304 3304Favorite的時候 它自動把3308 Promo變成Mask 然後3306 它會轉向新的Mask 來做G做複製 然後你的所有update動作 會自動打到新的Mask 就是3308上面去 而不會去找原來3304Favorite Favorite用這個方式來幫你做 自動做 你不需要人工干預 那這個是這部分 但這個application可能變得比較複雜 有一個比較簡單的做法 我們有一個產品 這也是GP Open Source的產品 你也可以拿來用 叫Mask Router 它可以達到我們前面所說的Connector 在相比你的everything 就很簡單 你要連的時候 只要認得你的router是哪一個 只要認定你的router 位置和port number 由router來幫你去判斷說 要打到哪一個 在那邊上面去 來幫你做這樣的事情 這裡面包含了 你要做故障移轉 你要做故障移轉的時候 在router上 你只要配置這樣說 今天router 你要開起來的時候 你要告訴他你的配置這樣在哪 在你的配置這樣裡面 你會告訴他 你有read only 然後你後面最下面 可能看不清楚 那Connection是多個hostname 多個hostname 然後呢 它就會幫你帶說 今天你是要做favor 你今天要做favor 那你的AP端要認 router所在那個IP address 或是hostname 然後port number是7001 因為我現在開起來 router開起來的時候 它聽的pronometer是7001 那你AP端 你的Java的application 建Connection 是一般的JDV driver的Connection 只是它找的是7001 但你要用原來的3306也可以 只要你避開 比如說在你朋友servor上面 也有人在聽3306就好了 那router就會幫你判斷 今天這個是正常的狀況底下 我去打第一個servor 當第一個servor找不到 它自動幫你favor 第二個servor 我的HA的效果就從這樣出來 但你AP端只認一個router的位置 和pornumber 相對想像很簡單 對你AP是transparent 如果你要做low-balancing 比如說我 read low-balancing 那一樣在你的配置檔裡面 在你router的配置檔上面 你告訴它是read only 一樣給它多個hostname 多個hostname 那這樣的話就是什麼 你的傳承語進來的時候 它會輪著在這幾個 尤其是讀的傳承語 它輪著這幾個hostname 就是low-balancing的效果 可以透過這方式做 router也可以跟favorite搭配 router可以跟favorite搭配 就是你的router上面的配置 你就要告訴它 今天要連線的時候 你的address 不是一般代表 另外它是連到32275這個pornumber 也就是favorite搭配 帶起來的pornumber 然後你要把它catch起來 你要把它catch起來 catch那個driver的type 是什麼樣子 然後給它一個名稱 然後allow primary read 等於on 然後mode等於read only 這是read only 這個聽不懂pornumber 如果說你是一般寫的時候 它是拼7002 如果說你是讀的操作 是拼7003 這樣就好了 然後你的AP端 就不需要去操作 favorite加工那個driver 一樣 這個router 就是直接打到router上面 你的AP感覺還是只有連一個data base 但是router來幫你去 繞不同的server 不同的data base 自動幫你做favor的操作 自動做favor的操作 所以這個可以讓我很容易擴充 我的data base容量 很容易增加我的flaught torent 而我的AP是完全一樣的AP 跟原來是連一個data base一樣的AP 但有人會說 今天我這個router 是不是變成一個single-ponder failure 因為我下面有這麼多data base 我favor沒有問題 但是我AP端透過router的時候 我後的掛料怎麼辦 好消息是我router可以多個router 可以做主杯的架構 我透過DNS的方式來 今天第一個router掛掉的時候 可以帶另外一個router過去 favor能力也可以達得到 這個是這部分 所以在最後呢 讓各位了解一下 Oroco對於MySQL的投資 不光是在data base上面 花很多力氣 讓它有新的版本 新的功能 像在周遭我們的其他相對應的 application 相對應的system 我們不斷有新的東西 反映像我們這時候 HA的架構 Tonet上面的支持 GT driver上面的支持 router上面的支持 當然為什麼我們有router router還有一個目的 就是有些driver 並沒有辦法支持 HA的架構 不像Java的用者 那麼幸運的 我有Connet J可以支持 如果你是PHP 你是用C寫的時候 一樣可以用ToggleRouter來做 但如果說ToggleRouter 也可以讓你加的程序 比較簡單一點 這是這部分 HA的架構 我們現在有Ferbit的架構 可以support 很大的一個架構 我覺得Ferbit以後 會變成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產品 support 我們做Data Fund support 我們做Data Fund support 我們做操作和Fund的管理 結束之前 分享一下 我陣營的 content 大家都來自什麼地方 大部分還是來自我們的 Reference Manual Connet General Reference Manual 還有我們各種不同的HA架構的說明 所以我們Connet J上面 我覺得上面有很多訊息 你可以研究一下 如果說你對Ferbit 開始你去讀手冊 不太容易的時候 你可以找一下我寫的一個佛羅格 UIS在下面 Voice from Old Souls 就是老靈魂之聲音 下面我大概是在去年8月寫了 兩篇文章 台湾Ferbit的架構和它的用途 還有我們有個範圍 還有一個範圍來幫助各位 結束之前 稍微廣告一下 雖然我們對於台灣的 馬來西亞的技術推廣 一直不予餘力 我們在去年4月的時候 我們成立了我們這個社群 我們有個臉書 這個臉書到目前為止 人數還不算太多 大概超過一千六百人了 一年真的已經一千六百人了 但是我還是希望能夠更加蓬勃 希望大家能夠有機會來參與 所以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在臉書搜集一下 台灣馬來西亞社群社群 你可以找找看 若有興趣你可以參加 我們定期會有一些活動 大概一個月會有一些活動 來互相做分享 另外我們在12月19號的時候 我們在台北商業大學 就是以前的台北香專 他有個國際會議中 在他那個城西樓十樓 我們會辦一天的馬來西亞的研討會 這個研討會相當難得 因為說實在 大陸的馬來西亞的應用 比台灣超前很多 找很多超前很多 他有非常大量的馬來西亞技術專家的能量 我們找了從淘寶來的兩個人 西城網還有陽色網等等這些 那其中目前在整個Greater China 我們有一個在對Oracle技術人才的 肯定有一個名稱叫Oracle S 這是Oracle的Community所辦的一個title 叫Oracle S 目前馬來西亞的Oracle S 在整個Greater China四個 那一天就來了兩個 所以很難得說我們有這個機會 會來請到這麼大的技術能量 另外一方面我們自己 Oracle的馬來西亞的Diverting的人 也會來 包含了做Alt-Mizer 等等技術專家都會來 你如果要談非常深入的 馬來西亞的Internal 我們在那邊都可以跟其他討論 或是你隨著是 要了解一下 了解別人怎麼用的 這是非常好的機會 讓你有機會去接觸一下 人家比較成功的馬來西亞的Use Case 是怎樣的 所以也歡迎各位來報名 從Facebook上面 就是我們社群的Facebook 我們就把它放在最上面的Post 那個Post上面 你可以點到報名網站上去 拜託各位 如果要來的話一定要報個名 還有如果說你確定要來的時候 如果說你確定不來的時候 你要告訴我 因為我們會幫所有參加人準備午餐 如果說你沒有來的話 準備午餐就浪費在你的地方 有點可惜 OK 那今天的分享就希望你們到這個地方 好 那感謝各位 沒有問題 講得太好還是完全聽不懂 OK 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那就感謝各位的時間 那如果說各位 最後還要再找我再聊的話 那我上次是在出門的那個 那個 就是那個 走道 那個走道中間那個地方 我們有一個Post 那我們去前面會大概四點左右吧 OK 謝謝各位